《言情小说》其实本土来说 第一代之中的师太就是《译书》 《译书女士》出品的小说 好像蟑螂产伦那样的速度 非常之快的 出到现在好像是300还是200 很厉害的 我自己很后期才开始看《译书》 因为我和很多人一样 作为当年一个文青 觉得流行的作品好像有点看不起 因为看《言情小说》 我当然是看《追忆细水连华》 看《译书》之后就不敢打进去的《译书》 我什么时候开始看《译书》 我这个经历一定要讲一下 可以提醒一下大家 我大概是夜几岁的时候 在大陆宿舍 就第一次 一生人第一次 患哮喘 哮喘就是 躺下了 就会吐不了气的 一定要坐着在那里睡 坐着睡很难睡得着 在这么难熬的日子里面 就无端不知谁来过去 他就放下了几部《译书》 我就是在《译书》睡不到的时候开始看 一看 就发觉 其实《译书》的《译书》也说得对的 好看的小说 或者容易看得很开心的小说 就是好的小说 那晚第一次 一生人哮喘 知道自己的哮喘 第一次 初次接触《译书》 就是非常忘记了呼吸困难的辛苦 都不容易的 接着就很快的速度 追上了百多本《译书》 当年是百多本《译书》 所以我认为 吴克剑的阅读速度 其实都是很难说的 一程长途飞机 我都试过看了三 去美国有十多小时 都是看了三本《译书》 我个人是一不做一不休的 看到觉得好的东西 和有些精华可以吸收到的东西 我就不惜一切代价 有时如果在厕所里 那些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熬的 那些东西 一本都能解决到的 但是呢 正如写得快的歌词 不表示写得不好 令你阅读得快的小说 就未必不好 不过《译书》的小说 有一个特色就是 有时好像《红楼梦》 就是剧情非常散漫的 你想看剧情 好像追剧集好像无线 就不用指引了 那些剧情都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胜在他人物的性格 塑造得非常之鲜明 尤其是在他早期那个年代 我举个例子 女强人 这个词都算很流行 现在你叫女强人 真的很惊人 女人本身就是比男人强的 差点好似看的 但是那时候 他作为一个 写很多主角 女性是什么独立 其实这种独立 和自己经济自主 对于男人的尽情的夜遇 和黑博 黑博和基深 就是很多张爱玲的痕迹 但是就是 简化版的张爱玲 张爱玲的文字 几乎是好像一个 有灵魂的摄影机 把所有人的表情 衣着都是一个有机的组合 而译书的人不是很耐烦 那些衣着是什么呢 大部分都是名牌 两句交代了 那些男主角 他经常戴一只白金薄的 什么什么什么 四个字的手标 是那几尾的 但是同时也是那时候的节奏 他的人不耐烦 独自也不耐烦 所以是很简单的 分行分都很厉害 当然豆豪没有扩进乳 那么多 分行都很快 分得很爽 我听说他没有无线电视剧情的转折 那么厉害 但译书的小说是人物一场一场一场戏 节奏比无线更快 所以保证你不会不耐烦 是非常过人的好几部小说 除了过人之外 当然他描写感情 实在也是表面看这个人 好像很计算 很务实 很功利 但若然一个人不是受过那么多伤害 他何尝想自己变成一个这么计算的人 当你体会到这一点 就来到看他的小说 我觉得非常上快 以我本人来说 其实很多对于爱情的金句 都是在译书那里吸收 然后慢慢转化 当然了 再加上我自己个人的体会 个人的生涯 是二次创作出来的 好了 在那么多本译书当中 我仍然推荐 其实随便看本本 老实说 这些角色都差不了 坦白说 后期就有点不同 但我仍然推荐 早期是最典型的 译书的风格 其中有一本 我认为是可以集大成的 就叫做开到图微 里面有同性戀 有异性戀 又有三国关系 剧情也都比较丰富一些 你可以看开到图微 就可以吸收到很多逆书式 亦都很明白 今时今日 现在本地很多作家 其实是那些风格怎么来的 有根有底可尋的